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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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杂电 商人 偷版 根本就是违反行业规则 还触犯法律 这样的人不惩罚一下 谁知道他以后还会做出什么样的事情来 说得对 别生气了 看来做服装也不容易啊 创意 材质 手工 每一样都要花费心血 不过这些辛苦啊倒也不算什么 最可怕的就是这种恶意竞争 市场就是这样 一旦你的创意被抄走了 之前辛辛苦做的东西就没有任何意义了 是啊 我总觉得吧 任何一个靠创意活着的行业 总有财思枯竭的一天 我现在呢 还能靠不断地翻新跟他们抗衡 哪一天我自己要是画不出来了 我就真的歇菜了 你就没有想过做得更大一点 小众设计师品牌确实是会面临这样的问题 核心原因是因为你不是爱马仕 也不是香奈儿 否则啊 就算你被抄了 别人也只会说香奈儿同款爱马仕风格 你就没有想过弄一个什么油环潮流什么的 谁不想啊 要真有那一天我做梦都能笑醒 可是小设计师想要做大做强 难道不需要资金不需要渠道吗 怎么 霍总想投资我 我 那你太太主我了 我可没有那个本事能砸出一个爱马仕出来 不过渠道 我还是有一些的 不过渠道 白路都上映了 确实反馈都还挺好的 但是秦双城牺牲的那场戏 好多观众都反馈说不太真实 真不真实 其实跟每个观众的个人经历有关 不能一篇改全的 是这样说没错 但说到底 我当时写那场戏的时候 完全是根据我自己的理解跟想象 并没有真的感同身受过 所以我也没有办法肯定说 那就是真实的情感 你笑什么 张才 对 我只是觉得我的编剧 受伤还在认真反馈问题 我作为制片人很心美啊 反馈有什么用啊 总归是要进步改正才行 不 那你的意思是 我得重新投资再拍一遍了 那倒也不用 不过 我 做一个梦给你里头 苏语跟江熠那场分别的戏 我还没想好该怎么写 白露这个诗倒是给了我一个提醒 我应该去体会一下 什么是真正的分别 真正的分别 那就不着急 等你刷好了 我们一起来想办法 这边 三年前 网民采训了临终关怀的培训 那段时间 我认识了不少癌症患者 学奶奶的癌细胞股传 已经半年的时间了 最近这段时间 她的状态不太好 周知医生说 最多还有一个多月的时间 你 辛苦了 还说 在我走之前 和你合个影 给你留个念想 到头来 是我欠你的 我可欠你的 结婚的时候 为了省点钱 欠你一张婚纱照 没事的 没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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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继续 不行吧 好 二 一 好嘞 特别美 小唐啊 我们能不能再拍一张 当然 没问题 谢谢 来 您拿一份 谢谢 这 这 老陈哪 其实 第一眼瞧见你的手 就知道你是个好人 我这一辈子 谢谢你啊 谢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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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来是不用担心曲本里面那场分离的重场戏了 嗯 我之前一直认为 面对已知的离别 大部分人应该是伤心难过 甚至是撕心裂肺的 那现在呢 想法变了吗 现在啊 我现在觉得 离别就像是一场飓风 越是接近忠心 就越是平静 越懂得珍惜剩下的时光 哪怕只剩下最后一分钟 也会拼尽全力地 想要给身边的人留下美好的回忆 或许能在一起的时候好好珍惜 就不会很难分别了 唐玉 嗯 我觉得我好像对你多了一些新的了解 嗯 出手看 我也打算去培训 以后跟你一起做志愿者 那一也为定了 目前我们的剧本啊 除了我刚刚提到那几个点 需要我们编剧老师 根据拍摄现场和演员的情况 具体调整以外 整体来说就算是定稿了 这段时间大家辛苦了 我们也要感谢一下 我们的两位编剧老师 感谢 我说句扫心的话啊 先别高兴得太早 项目尚未成功 同志还需努力 不要泄气 加把劲 好 该干吗干吗 您看 接下来我们是不是建组 让美术带着我们的一个外景啊 还是 觉得按照咱们现在的这个机会 应该没问题 应该安排吧 好 唐欣 这剧本订稿了 你怎么不开心啊 没有啊 很开心 这可是普天同庆的大喜事 然后呢 然后 然后 别然后了 唐哥 我觉得咱们这个项目啊 这段时间小唐同学特别辛苦 我有个不太成熟的建议 你看看 是不是能组一个饭局 然后 对吧 让大家放松放松 这段时间你们确实辛苦了 剧本定稿对唐欣来说是个喜事 今天晚上我请客 我们大家一起来放松一下 不用了 这本来就是应该我请客 我们就把丁丁 霍总 全部都叫上 我请客 你们随便选 哦 庆祝做一个梦给你 正式订稿 祝我们电影拍摄顺利啊 不辜负每一个人的努力 干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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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吗 真的啊 好 刘总 康下来今天看你来 心情很不错 就是 关你什么事啊 我觉得 作为您的助理 关心唐小姐的心情 也是我的职责准备 你不会还没拿下吧 你怎么也这么八卦啊 关心上老板的私事 那也是我的职责准备 是不是 我把你说了 暂时还没有 倒还挺直接的啊 慢慢来 不着急 我不吃了 我减肥 我倒是不介意 追着再久一点 也挺好的 你现在真的看起来不胖 我再去给你拿点吃的 真的不用了 我今天这个摄影会已经够了吧 是吧 丁丁 你最近减肥好好努力啊 我看你腰都小了一大圈 这真的瘦了好多 是吧 我也觉得 我最近真的好努力好努力地减肥 我看出来了 你们俩这演技啊 都不太行 来 尝尝这个 这个行 这个不胖 这个不胖你多吃一点 不 给你俩看看 我最近心目标 怎么样 还不错吧 副总 这个女孩好像跟昨天晚上狗仔拍到的 不是同一个吧 昨天晚上 昨天晚上 你说那个女孩 她跟我根本就没有关系 她又喝多了我扶了她一下 就被拍着了吧 好 别 谢谢 但 那天晚上还有另外一个女孩 人特好 我给你介绍一下 就这个女孩 人特别好 你就别学唐总 学单身了 你谈一个 我单身怎么 我即将不是单身公 那不还是单身吗 是不是 是 很好 谢谢霍总 老虎 最近你跟丁丁呢 没有 我哪敢呀 老说这是 喝酒 真不错 确实不错 好吃 笑一下 你不敢 对了 那个巨头不易了 对了 我都看一下 来 来 行 那我们先撤了 来 先走了 拜拜 拜拜 康康 把货等送回去 好 先走了 那我们先走了 拜拜 拜拜 我送你们俩 先把丁丁送回去 我们再回去 好吗 不用那么麻烦了 丁丁从刚刚开始就不对劲 今天晚上非要跟我一起住 说什么 闺蜜夜聊 闺蜜夜聊 哎呀 你都不问问我为什么不开心吗 唐大小姐 你还能是因为什么呀 霍总又谈恋爱了 你又失恋了 打你的熊 你干吗说出来这样人心啊 你说你这个人奖不奖励 淘仙 你说 这个世界上的男人 为什么不能都像我哥一样 每一个女朋友都能像我一样 又专一又痴情 哎呦呦 你说说 你这伤着心 还不忘炫耀一下 你家的优秀基因啊 你到底为什么不答应我哥 我哥看起来完全没有缺点呀 你知道我为什么一直拒绝你哥吗 我当时辞职啊 是因为跟你哥表白被拒绝了 他说 我们不合适 不合适你知道什么意思吗 就是不喜欢 我豁出去了我所有的脸皮 我直接主动亲了他 他居然没有任何反应 他当时要是能够拉住我的话 我可能就不会走了 等一下 你亲了他 为什么被拒绝了还要亲他 我当时就觉得呀 亲过了我就算得到了 我就不拟害了 真的吗 亲过了就算得到了 就不念着了 陈姐你就放心吧 跟时光合作还能让你吃亏吗 是不是 偷偷跟你说 唐总专门吩咐过 这前妻后妻都给楚宁留了宣传费用 不比男女主角少的 这不是陆岛那边也觉得楚宁很好 是吧 都说了下次要合作一部大女主的戏 陈姐我这边还有点事一会再聊 好 这怎么了 别说话 唐丁丁你上啊 都这个时候了不要怂啊 就急一下而已 你昨晚不是都在脑子里摸你的好几遍了吗 唐丁丁你真没出息 你和唐心不一样 最后姿势是这样 这么紧 可能还要再紧一点 这么紧还没亲伤 最后丁丁小姐是真的没能亲伤 也 也说不定丁丁小姐她本来就没想亲户总 只不过两个人爱她亲了一下 好丁丁人呢 走了 去把火灵弄给我找吧 好 回来 确定他们俩没有亲伤 确定 我问了好几个人 情报准确 去吧 那还叫我怎么 去找一下丁丁的经纪人 明天就是演员官宣采访吧 让她稳住她的情绪 好 陆导 真漂亮 紧张吧 怎么可能不紧张 这可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发布会 好了 答案你看一下 好 满意吗 好 满意 行 那我先忙了 好 好 你俩干吗呢 马上就要开始了还在这儿发愣 快走啦 走了走了走了 好 我看看 好 各位媒体朋友们 我们的主创已经到来 行 先去吧 对了 请问我坐哪儿 这边 这边坐 好 请 你的位置 我算是 只要有唐欣在 我就算是美若天仙 在你眼里只是个背景板 好 好 我们的主创已经全部到来 那么接下来我们进入提问环节 大家有什么问题要我们主创吗 唐灵灵小姐 作为一个新人 您刚一出道就可以在这样大制作大导演的戏上 但是你一号 请问会有压力吗 压力肯定是会有的 因为自己还是新人嘛 演技方面还没有什么经验 很多事情都一知半解 但是我还是会努力的 谢谢 那据我所知 很多演员在这个行业 梦滑滚岛 好几年都不见得有这样的机会 上这样的大项目 您认为这个角色选择您 和您是唐总的妹妹有什么直接的关系吗 我 唐总 还说其实这部电影是为了唐灵灵小姐 量身定制的出道作品呢 毕竟《时光影夜》之前没有拍过这种电影 《时光》的转型其实是在计划之内的事情 而且我们也是先用的这个项目 后选择的定点 我想现在解释再多也都无济于事 我跟大家一样 期待作品出来之后来看看丁丁的表现究竟如何 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想问一下唐灵灵小姐 您认为您是因为什么能够几下当红小花之后加入的呢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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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灵灵是我亲自选定并邀请的女主角 我相信她是最适合角色的人选 也是我心中的第一选择 我表达得够清楚吗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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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应该是没问题的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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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影上映以后 无论大家怎么评价 我都会接受 但是现在 就因为一个人的出身背景 随便对她空帽子 随便对她空帽子 我觉得 对于一个仙人来说 并不算友好 谢谢 看样子我们很多人都关注这部电影 说起来这部电影 不光是在选角上启动信任 像是我们的编剧唐欣祥写行 也是第一次直笔这么大的项目吧 《做一个梦给你》是我的第一本小说 也是我作为编剧的处女作 很感谢路导的信任 给了我这么宝贵的机会 同时 也很谢谢我们的冯承老师 在剧本的创作当中 给了我很多的帮助 所以 我非常地有信心 毕竟有这么多大开的加持 唐总 剧本是一个项目的根本 唐总启动新人 会有担忧吗 不会 我们时光做项目 更看重你是适合一级目 不会因为对方是新人 就有所顾虑 看来唐总 对咱们时光的制作能力 还是挺有信心的 当然 但是不止这些 我们对我们的编剧 导演以及演员 都非常有信心 同时这次项目 我们也会有神秘嘉宾 前来助成 唐总 你把我们的这个惊喜环节 已经提前剧透了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有请 今天的重磅神秘嘉宾出场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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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请我们的影后 露宿林小姐 大家好 听说平台那边 有两个大项目的女月号 正在找您谈 为什么决定来做一个梦 给你客串呢 总演女月号太辛苦了 想给自己放个假了 其实吧 主要原因确实是因为我们唐总 他之前特地到我拍戏的地方 跟我谈了一下 并且给了我一个很好的 可以说服我的理由 那唐总 方便说一下您的理由吗 我们的编剧唐欣老师 在最初创作这部小说的时候 女主角形象的代入就是出名 所以我也是希望能够借着这部小说 能够圆她一个忙 也确实是因为我这些年 个人风格变化还挺大的 所以现在在看 这个女主角确实是不太适合了 不过客串的角色我也很喜欢 角色无大小 希望给大家带来更多惊喜 好 我们请期待这个新电影 就是有点紧张 以后见到这帮孙女就对了 能不能慢点走 你和陆楚宁被拍那天 是去找她聊这个事情对吗 嗯 找她的心那么多 如果等她拍完了之后 她肯定没有当情了 所以我只能亲自过去 你怎么知道 她是我创作的原型 你的小说我看了很多遍 而且里面女主角的人物设定 跟她公开聊过的一些人生经历 还是很吻合的 另外 她的形象 形象似乎跟之前陆楚宁 还比较贴合 所以我就找了老陆 跟她聊了一下 原来之前确实是因为这件事情 知错了 我哪儿有 确实 我跟陆楚宁关系还不错 之前就认识 另外她最早的时候 就是潜在我们时光 但是我们两个人的关系很单纯 你不用跟我解释这么多 我又不在意 在意 那滕欣现在是在干什么呀 不是兴生的罪吗 不 当然不是 我是想谢谢你 谢谢你可以为了圆我一个小小的梦 花那么多时间跟精力去找陆楚宁 而且 就算你们在的时候 也没那么容易吧 人家可是大明星 说得不错 确实很难 得寸静止啥 很少见你不说话的样子吧 导演 你刚刚替我出头的样子 还挺帅的 不用封城我啊 保护自己的演员 是我作为导演的责任 你这样说我压力又大 感觉左肩膀上压着整个时光隐夜的容忍 右肩膀上压着你这个国际知名大导演的荣誉 我要是演不好 岂不是所有人都跟着我一块儿丢人 那你试着换个角度想问题呢 你看啊 既然大家都绑在一起了 我们也不会让你丢人 一边是时光影夜 一边是我 你呀 想演不好都难 那我有什么问题可以问你呢 有些时候我觉得 我有些问题太初级了 不好意思给你开口 当然可以啊 我给你这个权限 不过说好了 一天一个问题 你要学会自己筛选 其实很多问题 你自己完全可以解决的 要不 要不还是三个问题吧 两个也行 有些表演上的问题 很难做取舍 我考虑考虑吧 谢谢大爷 你要这个做什么呀 除了人物小传 剧本也帮我看看 对了 如果你有空 你可以把你的人也给我送过来 好吧 你成功勾起了我的好奇心 我这就过来 公改目的地成功 前方请掉头 好 高助理 其实我可以下车 自己先过去的 没关系 反正唐总下午也没什么事 他出差的航班也在晚上 来得及 我听告诉我吧 谢谢啊 我已经跟他们投简历了 你真投简历了 嗯 后天见导演 可是 我之前从来没听你说过 想转影视服装方向啊 我是一直做小众设计 以前呢 我就觉得我的设计吧 别人欣赏得来就欣赏 欣赏不来啊 我也不强求 不过那天啊 我从你家出来之后 霍晨东跟我说的一些话 我觉得还挺有道理的 霍晨东 行业环境啊是不好 但是呢 我也不能把所有问题 都怪到别人身上 你想 如果我的风格和设计 能够走进大众的事业 让所有人都知道尤欢的名字 那到时候再有人偷版仿造 我怕什么呀 就当他们在给我打广告了 真没想到这么有道理的话 居然是霍总说的 我还真对他多了一份崇拜之情 所以我就想这样 影视服装是最快最好的 萌相市场 展示我的设计风格的方法 你想想 咱们丁丁那么美 到时候她穿上我设计的衣服 那简直就是行走的广告牌啊 那照你这么说的话 是不是我们三个人 可以一起进走啊 我太期待了 不过我这儿八字没品了 竞争压力大得很啊 我听说呀 有意想参加的服装团队 都是行业里的老手 就我一个新人 想让路导看上我的设计 没那么容易 说什么呢 我相信你的 根据以往的经验来看 服装设计上 我们最重要的一点 是不去抢演员的戏份 我们希望服装和演员 和我们的美术制景融为一体 低调又有设计感 这是我们整体设计的核心 一件衣服 我不希望它只是角色的装扮 它更应该是角色的外壳 皮肤 甚至可以说 人物的心理状态 或许不需要通过台词和动作去展示 而是当她穿着一件衣服出现的时候 观众瞬间就能够带入到她的情绪里面去 举个例子啊 比如说咱们剧本的第五十二场戏 女主即将面临和男主的分别 那这个时候女主不知道 她们下一次相见会是什么时候 甚至说也不知道 这一生还有没有再相见的机会 那么她出场时穿的衣服 哪怕是一件小小的配饰 都一定代表着 在这最后一面里 她想要留给对方的印象 来来来来 干杯 干杯 恭喜我们由大设计师成为做一个梦 给你的造型之套 恭喜 谢谢 那我也祝我们的演员唐丁丁即将大火 说得都可好了 来 你 未来就会是我们国内 顶流实力派女演员 你 就是未来国内 首屈一指的服装设计师 你 就是时光营业的老板娘 什么呀这是 就你们能当独立女性 我就非得巴掌你们时光营业 那不是 那是我个赖的你 那差不多 好吃 那个 吃啊 吃饭玩什么手机啊 赶紧收起来 不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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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什么可玩的 吃吧 你们俩 有事瞒着我啊 没有 让我猜一猜 不用猜都知道 肯定就是过程度上你的头条了吧 你又是那个模特张琪 你咋知道 这两天 张琪在跟我拍广告 他去接他的那个时候 正好被我撞的了 这么尴尬 你当真 就对他一点感觉都没有了 你可别跟我们弄什么 这个不在乎这一套啊 你在我面前什么都能说的 我瞒着你们俩干嘛呀 就那天在他办公室抢吻 他那次我就 抢吻 不是不是没有亲呢 你听我说完吗 说说说说 那次我就发现了 我对他就是不甘心 我看着他跟其他女生约会 跟其他女生甜甜蜜蜜的 我生气 忌妒 但我发现他根本就不是爱 我就是不甘心而已 我要是真的爱他的话 肯定能亲下去的 别吧 看来这一招还真是 很妙啊 好了 来来来 不管怎么说啊 那个唐丁丁脱离感情的苦海 还是值得庆祝的是不是 那当然 那当然 干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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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俩干吗 喝酒呢 你怎么了 年纪轻轻的就爱声叹气的 我是想着吧 下个月就要开机了 我对我自己的演技 一点底都没有 你说 陆导 万一一个不满意 把我开除了怎么办 不会吧 丁丁 不是我吓唬你 你别看陆导 他平时好像不说话 没什么脾气 我听别人说吧 他这个人对演员特别特别严格 你要是不过的话 他能一直开 一直开一直开 不会吧 真的假的 你在干嘛 你说点鼓励的话 你看把他吓得都 没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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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轻松 放轻松 别想了 先喝酒 先庆祝一下 明天开始我们好好努力 好好准备 没事 大宝到时候我跟你一起 你陪我 我们都陪着你呢 天哪 终于快结束了 今天先休息会儿吧 还有最后一组镜头 大概是半个小时之后开始拍 今天还有什么安排的 今天的话拍完这个广告 就没有别的行程了 明天早上有一个采访 我七点钟过去接你 然后装饭我们到那边再做 周五的话还有一个品牌的站台活动 天哪 采访为什么这么早呀 这样 姐你看也到饭点了 我先去给你拿饭啊 对 接你的手机 谢谢 我记得有一次我们拍的雨戏啊 就是晚上男女主角在雨里就是奔跑 对吧 然后拥抱 然后你知道她卡了多少次 二十八次 拍完之后男女主角双双发烧主角 倒不是对新人的刁难吗 我觉得 准确来说是 对艺术的一种痴念 我觉得不管是影后影帝 还是新人素人 只要来演我的电影 我已是动人 如果你演得不好 我肯定是怎么拍的 我听别人说吧 她这个人对演员特别特别严格 你要是不过的话 她能一直看 一直看 一直看 姐 饭我给你放在这儿了啊 你快过来吃点 没事 你先不用管我 我不饿 姐 你多少你也吃点啊 你起那么早 你不吃 你熬不过去啊 我真没什么胃口 你先去忙吧 我再看看剧场啊 你说像你这种典型的 家里有矿 长得又美 又这么努力的 你要是不活呀 就真的天理难容了 可别说什么活不活的了 我要是不努力 工作都没有了 你快去忙吧啊 那我先去吃饭了 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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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导演 我来问今天份的作业了 这段的情绪是惊讶更多 还是期待更多 喂 陆导 哈啰 丁丁 你发的东西我看了 首先啊 你批注的情绪是对的 惊讶呢 只是转瞬即逝 这个时候的你更看重的是 未来的那个自己 会不会再遇见这个男主角 当然了 还有一个更细微的情绪 你要捕捉到 这个时候啊 你很期待对方的答案 但也会害怕 对方给的那个答案 不是你心里想要的 那个答 答 答案不同 好难啊 就这么两句话 有这么多情绪 没事 明天下午 我正好有空 我帮你拍一下这场戏啊 好好好 那 我带装去 这样更有感觉 好啊 陆导 你是感冒了吗 没有 昨天晚上熬夜了 那 你早点休息啊 熬夜对身体不好 我们明天见 再见 身体不好 怎么听着我像老年人一样 第五项的第三个小点 支付费用 会在预计超过七个工作日内 要不然会有支拿金 预计超过十四个工作日的话 会停工 会面临赔偿 别的没问题吧 没问题 真厉害 三条合同内容聊了六个小时 我怎么之前就没想到呢 说不定这招管用呢 好 要合作愉快 合作愉快 父亲新开了一下酒吧 要不要去坐一下 不必 今天时间挺晚了 咱们下次会一见 好的 唐总 那我们下次再约 再见 怎么办 跟谁在一起呢 啊 問你话呢 回答我 为什么不说话啊 刚刚移完合同 现在回房间休息 没有见工作以外的人 没有跟任何女性 有超过工作关系的接触 明天就回去了 我让你下午汇报情场了吗 跟我弄着一出掩耳盗铃自欺欺人 干吗 你现在就休息了 不好意思了 我就问一个问题 弄完之后你就可以休息了 说 明天你能不能来接我啊 拜拜 第一次 你是被我的怨念拉到这个世界上的 所以 你的任务是要改变我的命运 那这一次呢 这一次 我是被你 对我的思念拉起来的 我以为 你真的把我忘记了 好 先到这里啊 是这样啊 我想说你必须要明白说台词的意义是什么 有些台词是你说给自己听的 有些台词是对对手说的 有些是对观众说的 我们做个练习吧 你就尽力地表达出你理解的爱意就好 好 那 来 开始 我喜欢你 我好像 也喜欢上你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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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pressed 爱 来 fir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如果爱闯造奇迹 那是我的荣誉 多幸运才能遇见你 说好了永远不分离 我们的默契就从今停止 不再是秘密 想爱你 永远不分离 永远不分离 在爱记忆里 守护一番执迷 害怕离开你 不爱你 不爱你 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